热闹的舞蹈正式宣告 今年新竹最后一家百货公司 周年庆即将登场 12月1日开始一连12天 就是要用满满的优惠活动 刺激消费者上门 今年更一口气喊出12亿的业绩目标 期望在大环境不景气的现在 杀出重围 在新竹地区的百货同业的周年庆活动 我们是最晚开跑的一家店 那我们即将在12月1号到12号 12天的时间做一年一度的周年庆活动 目前我们化妆品区是全新竹品牌 最齐全的一个化妆品的天后宫 那这一次呢厂商也鼎力相助 准备了5万份的化妆品的特惠组 那在此之前呢 我们新竹这边引进了很多的only的品牌 目前这边呢 已经有132家是onlysoco的品牌 这一次呢 这些品牌也鼎力相助 总共也是准备了大概超过5万份以上的特惠商品 眼前满满的商品以及墙面上大大的优惠折扣 都是这次百货周年庆的推荐商品 全新竹市占地最广的百货公司 就是要用最丰富的商品 最吸引人的优惠 打动消费者的心 大家知道就是明年的过年会比较早 我们在1月底就除夕就过年了 所以天气会冷得比较快 所以最近呢 我们在现场卖场呢 遇到的客人询问度最高的都是一些保暖商品 那我们去年其实有很多客人没有买到这个特惠的羽绒被 那我们今年的货量是去年的2.5倍 所以这边的品牌商品货量的话 一定会准备的最齐全 虽然百货公司周年庆优惠下沙再下沙 更有满而回馈以及来店里 但是民众还是要聪明消费 谨慎理财 选择最需要的商品才能开心购物 满意回家 凯博新竹陈若怡红采访报导